他18岁成为香港金店老板的坠绪 31岁成为金店掌门人 后来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将生意扩展到珠宝业 一举成为生命远扬的珠宝大王 到2017年 他的家族资产已突破1800亿元 由他创办的珠宝品牌市值已超600亿元 如今分店已全面覆盖34个省份超3400家 他的创业之路是怎样的 中间又经历了什么坎坷 本期子牙同俱伤江锦囊 就带大家一起了解郑宇彤的故事 1925年8月 郑宇彤出生在广州顺德的一个商骨之家 家中主要经营丝绸 郑宇彤从小就很乖巧懂事 也十分的好学 1938年 13岁的郑宇彤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被迫退学 家中的生意更是一落千丈 为了避难一家人搬到了澳门 为给儿子某条出路 郑宇彤的父亲把他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友周志愿 而周志愿经营着一家珠宝黄金行 他的名字就叫做周大福 虽是朋友之子 但周志愿没有对郑宇彤有任何的有待 他必须要从连学徒都孤独的打杂工做起 什么脏活累活都要他做 郑宇彤的踏实肯干 让周志愿非常满意 没过多久 就把他转成了学徒 并开始学习打经济 得益于郑宇彤的勤奋好学 1943年 他升任掌柜 同年周志愿更是将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了他 过后第三年 郑宇彤在周志愿的支持下去 香港开了周大福金行的第一驾分行 金行的地段处在户人急剧地的皇后大岛 本以为生意会很好 可由于这里金店遍地开花 加上价格也没优势 导致店面处在无人问津的状态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 郑宇彤就在上班时间开始了他的出走模式 可普通员工并不知道他的意图 直到郑宇彤带着实用的经营经验 回来分享给员工们时 大家才知道 原来郑宇彤是出去观察这条街 每家金店的生意去了 博彩中场后 店里的生意果然好了起来 员工对郑宇彤也是赞不绝口 变得更加拥护他 没过多久 郑宇彤又发现了新的商机 那就是其他店铺卖的黄金纯度 多为99%和99.9% 如果自己能让顾客以相同的价格 买到纯度更高的99.99%黄金 一旦口碑打了出去 店里的生意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 但他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口碑 因为这样做每克黄金 都会比以前少赚几十元 如果回不了本 那好不容易扭转的盈利局面 马上就会回到从前 郑宇彤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想法一旦萌生就难以放下 后来郑宇彤向员工保证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只是一年 由于周大福金店出来乍到 顾客对他的信任度并不是太高 所以多数人只是抱着 对纯度四个九黄金的好奇心来观望一下 并不会主动购买 就在其他金店 以为郑宇彤要失败了 准备嘲讽一番时 店内的生意竟然逐渐变得火爆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有人拿着在周大福买的黄金 去点当行换钱 结果纯度更高的周大福 比其他品牌的黄金每克 能多点到20元左右 大家口口相传 周大福就这样 在没花一分钱广告费的情况下 把大量的顾客吸液了过来 这让周大福分行 在香港黄金业迅速站稳了脚跟 并在郑宇彤的带领下 发展得越来越好 1956年 周志源因为年事已高 便想退休安享满年 于是周志源就将周大福 交到了女婿郑宇彤手里 接受周大福的郑宇彤 并没有坚持 只在黄金这条单行道上行走 他一早就观察到 西方女性比起黄金饰品 更喜欢钻石饰品 而彼时香港的经济发展 十分繁荣 他想用不了多久钻石 应该就会进入香港市场 于是他将业务迅速扩展到钻石业 但想在香港经营钻石生意 必须要有正规的牌照 可当时世界范围内 总共也只有125张钻石牌照 想要得到一张 简直难比登天 如果是一般人 或许没办法解决 可郑宇彤并不是 他拥有出色的人脉 和富可敌国的金钱 凭借与南非经营钻石业务的 老板的友好关系 郑宇彤不仅得到了牌照 还得到了稳定的货源 不过在钻石业 初出茅庐的郑宇彤 一开始在钻石加工和经营上 并不得法门 经过几年沉淀后 才掌握了全部精髓 1998年 郑宇彤敏锐地发现 内地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 于是将目光投向了内地市场 于是迅速在北京 成立的第一家州大湖内地专营店 错巧的是 亚洲金融危机突然爆发 而黄金作为较保值的硬租货 成为消费者争先购买的产品 得益于郑宇彤独到的眼光 周大福迅速在国内站稳脚跟 并以一二线城市为中心 向全国各地开始扩张 到现在 全国的周大福分店已超过3000家 而郑宇彤的身价 也早就达到了千亿 2012年 在商界已经奋斗快70年的郑宇彤 准备退休 他将生意交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都说虎富无权子 却不想自家却接触了两个不成期的商业恐刮 长子郑嘉诚接手生意后 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在收购路上冒进 一年的时间竟然直接花掉60多亿 而当年的营收只有他败掉的十二分之一 二子郑嘉诚比哥哥更不靠谱 不仅在商业上毫无建树 更是背靠家中资源与多名女性私会 看着家里的两个恐刮 为了守住家业保证后代的生活 年势已高的郑宇彤放弃退休的念头 将目光又投向房地产店 在将香港投资的地产卖掉后 郑宇彤在内地的天津 广州 武汉等城市建起大楼 使得每年收租 就可获得二十多亿的收入 唯一让郑宇彤感到西位的是 自己的长孙郑志刚 还算比较争气 不仅学习成绩优异 而且工作也认真努力 从哈佛大学毕业 又去日本进修回来后 郑志刚创办了艺术与商业相结合的 K11商场 由于紧紧抓住了年轻市场 再有众多明星的加持 不到两年 商场就实现了能力 郑宇彤对这个孙子十分满意 逐渐将公司大权 交到了郑志刚手中 2016年9月29日 郑宇彤于是长子 那么郑志刚可以继续 郑宇彤的辉煌吗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郑志刚接受周大夫后 为了饰品获得更多年轻人的喜爱 郑志刚与时下火爆的动漫联名 打造出更适合年轻人的黄金视频 此外 他也抓住了短视频带货的风口 开通短视频账号后 他亲自运营账号 和消费者们保持良好的互动 在他的带领下 周大夫每年的营收 都向600亿看齐 相信在郑志刚的带领下 百年企业周大夫 一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你喜欢周大夫的视频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留下自己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